iPhone 8和8 Plus今年国行首卖当天就跌破发行价 临近双11优惠力度甚至更大了 11月3号开售的iPhone X 倒没有让苹果很丢面子 食品店有人排队了 黄牛也大量出动了 不过似乎也没有坚持住 有数码达人在微博爆料 渠道人士投入 64G的行货目前已经做到了8350元 跌破了官方8388的建议零售价 同时有网友上传了网购平台的订单截图 加上优惠券10付款只有8277元 整体来看iPhone X迅速跌破发行价 虽然据称是产业链产量跟上的功劳 但不得不说 想脚之前iPhone X似乎没那么热了 好吧 既然是iPhone X正式开售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们再来看点相关的消息 据报道 11月3号冠军赛车手甄卓伟 开着价值600万的福特GT超跑 客串了一把快递员 把iPhone X送给一位在天猫苹果旗舰店 抢到iPhone X的女买家 对此 这位女买家还特地发了朋友圈 不过看起来有点不太识货 并没有认出这是一台价值600万左右的跑车 同样是收到心仪的iPhone X 下面这位美女估计会很心塞 微博上传出的消息显示 加住快递点附近的一位美女 不到8点就亲手拿到了数天前 在天猫抢到的新款iPhone X 她本来想在朋友圈发个字拍来炫耀一下 也许是因为太激动手一滑就掉在了地上 结果刚到手还没误热乎的iPhone X 前后尽碎 实际告诉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低调一点好 实力印证 no做 no day 一台iPhone X售价近万元 像我这样收入的都不敢考虑 但深圳一位程序员居然一口气买了25部 据报道 这名程序员用25台iPhone X向女友求婚 最终结果当然也是大团圆了 而这些iPhone X都送给了参与策划的小伙伴们 真心羡慕这些小伙伴每人得了一部iPhone X 更羡慕女主角有个这么土豪的老公 话说这个女主角应该不是冲钱去的嘛 также主角应该不是冲钱去的 比如说类传交国各位认识 明天这里面是顾和内部人资源的 你们认识典被制作 HDMI